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盤後的八點半的節目 那今天大盤呈現當然一萬六還是失守 那一萬六一萬六這個地方有沒有很重要 現在投資朋友這是一個心理上的關卡 它跌破與不跌破實際上都是還是多頭格局應該簡單來說 而且越跌破你應該越高興為什麼 實際上有些投資朋友這個地方反而是很單憑說 這行情要跌到哪裡去 現在跌就是你的機會但是要買對股 對要買對股所以現在亮縮月線之下當然是 它最佳買點一定要顯現出來了 老師月線跌破不是多空的轉折點就是破了就破了 但不一樣在哪裡因為這次大盤是亮縮的 亮縮那今天開高又走低 美股大漲跟你也沒關係為什麼 台股就走自己的路啊 它漲這麼多從11月2號開始 12480漲了4000點 那漲了4000點之後稍微跌一下會怎麼樣 稍微跌一下會怎麼樣 而且這一次嚴格說起來是外資法人也大賣 我相信你大家也都知道 它賣的真的相當的大 900多億跟500多億 這個已經等於是把1月份所買超的部分 也幾乎都賣光光了對不對 台積電賣誰賣全值股啊 所以這一次你們發現到 當然大盤本身最沙盤的重心在於這些半導體 半導體就是晶圓半導體 但是也回顧過來說大盤這個地方另外一個主流 就是原物料啊不知道中鋼購啊這種 現在跌不跌不知道很多那個塑化股都漲上來 那代表什麼 多的就是輪漲輪動啊 但是你真的要掌握了就告訴你說 你要買就是買跌的股票 什麼股票剛剛整理完畢最有機會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的是三檔股票 測標起來都是你的機會 就到月線那邊你再買 月線那邊再買 不要說我沒跟你收拾 那大盤這邊 嚴格說起來就已經跌破月線 我請問你自己仔細看一下 它什麼時候跌破月線沒有漲一波 你自己自己看嘛 如果這一點是這一點呢 那16579算什麼高點 我是跟你講這個 那這整理是難免的 因為月線整理一個月是應該的 所以既然它走這個格局 1萬6沒有辦法站穩 那就告訴你 就是你要本身盡量找一些未來 會成為 成為 就是現在就是你要找一些未來 會成為霸王花的股票 就是那個正在含包待放的股票 就在正在 正在 底部的股票 你才會成為市場上的影響 那當然這個地方一定要 要選擇一些有成長性的 一些未來性的方向 包括已經低位階 它去年沒漲到 那同樣大盤這個 這個地方漲這麼多之後 來到這個月線 它什麼時候 從來大盤在月線這邊 你任何去買進的人 買對股的人 都是賺錢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不要看壞 當然首先第一個 你千萬不要有看壞的理由 包括現在很多人在停損 但是停損完之後 大概沒有量 你停損完你告訴你要買 你是要做空還是要買股票 應該是要問你 你月線這個地方馬上賣掉股票之後 你還要不要再買股票 如果你說要 那你告訴我 你賣掉你的股票 就如同台積電 如果你現在才賣掉它 你告訴你要買什麼位置回來 你要買回來 650塊新春開紅盤的時候 我之前就告訴過你 台積電這一波 早就在1月21號 它已經沒有再建高 人家融資余額跟著漲上來 包括這是新春開紅盤 2月我們封關之後 2月17號開紅盤的時候 台積電就ADR大漲 它也沒什麼特別的靈光 包括連這檔ADR大漲的股票 叫做3711的 如果真正要漲的話 你還要這個日月光 它那天是2月17號是ADR 初四初五的時候 我們它大漲 在美股的時候大漲了19% 很可怕 ADR大漲了19% 結果隔天開高 漲停板之後隔天 就大跌下來 何況是台積電 我在封關的時候 就在過年期間的時候 在放假期間告訴你 一定不要注意 台積電不是你真正 未來依賴的靠山 你真的未來可以 喜歡全職股 要依賴靠山是誰 當然是鴻海啊 但是坦白講 今天台積電來到這個地方 不要說我沒跟你說 現在這個地方 你反而不能再去看壞它 也不要去買它 它怎麼跌 就早晚會佔回去600塊 只要大盤這個地方 稍微 就是籌碼稍微安定之下 台積電還是會走 因為它畢竟什麼 它還是賺很多錢 只是很可惜 它不可能再回到500塊 連550塊都有問題 好你現在注意 台積電現在跌破月線 但是你注意看 它在上個禮拜五 它是來這邊 可能看更像 它嚴格說 它已經底部出現了 你自己看 它是一根紅K棒在這邊 它今天是黑K棒 一紅一黑 代表在整理而已 而且外資反而賣相當的多 所以我今天來測標 從台積電上告訴你 量縮月線之下 就是你最佳的買點顯現 那當然 第三 這個地方接著要告訴你 鴻海你一定要把它續辦 因為這趟鴻海我比較有興趣 因為第一個 它位階低 第二個 如果不小心 台積電繼續漲上去的話 那鴻海馬上什麼 水漲船高 因為我認為台積電 這邊的下跌機會不太大了 那你看看 鴻海的月線在哪裡 就剛好在這邊 那回過來 你再看清楚 我再把它印過來給大家看 它9月份 它實際上這檔股票 也一直都沿著 只要你在月線以下 月線 我們要不要講季線 因為季線 你買得更便宜 但是我們只要說月線 你只要月線沿著月線 你喜歡講均線沿著月線 沿著月線破大買的人 甚至那時候9月的時候 它是來到74塊 它是大漲到125塊 外資法已經很肯定的告訴你 它的目標價已經應該調高到 130塊到160塊 你不要等到130塊160塊的時候 真的來的時候 你才要去追高 那如果嚴格說 這檔股票 漲到這個地方 它也沒漲一倍 還是什麼 台積電是漲了從低檔 低檔的時候 去年是漲了兩倍 漲了兩塊兩倍 它是連一倍都沒漲到 所以今天你要從那邊看出什麼 這地方當然是一個買點 大跌就大買就對了 就怕它不敢跌 真的 何況現在大買本身的話 那個空方的氣氛很濃厚 你要稍微拜託一下 你現在房間也是沒有 沒有什麼肉可以吃 因為這些股東會出圈 出圈吸汗氣 全部都是要軋空的 都要回補 所以這檔股票今天來到130 我就跟你講說強調說 這檔股票就是有一天你看到 115站上之後 不要再回頭了 你就不要再指望 就不要 就115以下就不要再 當然這個地方是因為大盤不好 它又比較落色 還有跌破115 跌破115 就盡量彎腰減鑽石就對了 你後來未來 你會謝謝 不要說謝謝我 你會謝謝郭先生 我相信他會給你錢賺的 不小心漲了一倍的話 你們就翻倍賺的 那只有他最有機會 真的 他最有機會 還有一檔就是 就是大同集團的 大同 大同大同國貨好 真的就只有這檔 集團股 包括電子股 我覺得電子股還是會擔任 擔任大盤的重心 而且說實在大同這家公司 現在很多人很怕 但是真的說你長期 不管是任何家庭主婦 有使用過大同的大同電鍋 對不對 那個多熱啊 我幾乎從小 從小時候 小孩子 用大同電鍋 就都不會壞掉 你現在去哪裡買這個商品 因為東東東五六年 就淘汰掉了 最多五年 不管你什麼冷氣 什麼電風扇 電熱器都一樣 大同的電鍋 你可以用一輩子 真的是 等於是 你還是嫁妝的 嫁妝股 最好就是送他大同電鍋 因為永遠不會壞的 不過今年他的改制之下 為什麼這個 已經這樣 已經全部都調整期 他也切入電動車 那電動車這次 他也是 已經拿到入場券了 他本身的話 那個馬達 已經得到政府的勤態 而且他深入這個 這個電 他這個 就是這個 充電 這個馬達這個區塊 已經是70年的歷史 這比我的年紀都還大 不知道很多人都沒看過 所以大同這一次 也不要小事 我現在跟你講 是為了方向 那你像說老師 他明天會不會漲 明天這個地方 就等到外資 開始給你翻空為多的時候買回來 你說外資會不會買回來 你請你自己去 不用我說什麼 你去對照一下歷史的資料 什麼時候外資賣完之後 尤其大賣之後 不是底部 每一次都知道 外資只要越大賣 賣的幅度越大 那都是底部 那高點都是外資追出來的 你不要等著看下去 所以今天你也不用去羨慕一檔股 當然今天最強還是鋼鐵股 跟原物料股 尤其這檔2013的中鋼購 為什麼它會漲 因為大盤就是在整理 大盤就是還沒有要創新高 所以這些股票就活蹦亂跳 那這種股票如果你說老師 那月線可不可以買 可以啊 那問題 它要來到月線可能也很難 我就在這邊 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那時候我在買這檔股票 甚至12月22號還在買這33.5 我也沒賺什麼錢 畢竟我曾經有參與過它 25到30塊 我告訴你全收了 那時候發覺這檔股票 你就什麼 你怎麼樣都是穩穩的賺 而且什麼 你買在底部嘛 當然是立於不敗之地 包括它的題材跟現在 有什麼兩樣 其實當初這檔股票 公司就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你 他賺3塊錢以上 不是現在喔 9月109年的時候 6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提醒過你 這檔股票要賺3塊錢以上 好股票喔 有機會你要注意 那剛好等到什麼 那個電子股都在休息的時候 這些傳染股活蹦亂跳的時候 當然 所以說跌時是種子 包括你在跌的時候 你敢不敢買 問題 沒有沒有就算了 你漲這麼多 這個股票不是我的心目上的標 如果你很喜歡中鋼狗這種股票 因為的確今天 尾盤的時候 馬上要逆勢收高 而且今天 竟然要持續創破斷線 我覺得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 你要買盡量低階的 那個月線顯現的時候 你才有 你才有大錢可以賺 現在說是肉優 甚至搞不好不小心 你什麼 你還短線會短套 當初跟你講說買點 公開跟你講 你嫌他太慢而已 好啦 那你說老師如果很喜歡中鋼狗 好 今天就是上半段節目 我們要送你一檔股票 電子股就送你什麼 就是鴻海啊 如果 傳產股你喜歡中鋼狗的 我們直接老當跟大家做報告 有一檔股票 實際上或許大家跟他也很 很認識 但是我覺得這檔股票才是你真正可以 他是台積 他是產業界的台積電 也是台積電的那種很優質的股票 台灣之光 就是什麼 就是豐炭 9910的豐炭 因為這種股票 因為中鋼狗已經過了 過時了 過時了 他不會再來 但是張委員說 可是他沒有賺很多錢 但是他這個地方就是月線之下 顯現出一個大賣點 其實嚴格說出來 豐炭老闆已經告訴你的 不是我講的 但是你必須要去了解他的 因為他的資料研究報告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去年是不好 是受疫情的影響 但是實際上 Nike本身 他的股價 是持續 已經持續在漲的 持續在漲 不是大跌 是漲的 而且他去年的獲利來說的話 Nike 我這兩天來 你也可以去查 因為這很簡單 他的營收獲利是在標新高的 不是下跌的 那代表這一檔風態 當然他跟Nike 有很大的關係 他幾乎60%的營收 至80%全部來自於Nike 那Nike為什麼這麼厲害 主要就是那個 新冠肺炎的時候 那時很嚴重 大家說武漢肺炎的時候 那個IDTA有沒有 就捨棄的大陸那個市場 就離開了 但是Nike持續沒有官場 他持續在大陸那個地方 持續什麼 繼續什麼 繼續就是營運啊 那結果後面是什麼 他勝出了 IDTA死翹翹了 現在IDTA已經輸他 本來是IDTA跟Nike Nike是兩大品牌 你也知道運動嗎 所有的運動員 都是用這兩家的 後來什麼 現在變Nike出現了 那接著去年本來那個 風態本來要設置那個 越南廠 要擴廠 不是先收起來 他今年早就已經 已經進入越南那個市場 為什麼 他看到外面訂單非常的大 那如果嚴格說 我常用這檔股票 給你比喻一檔股票 叫做實際上 這檔股票有一檔 有一檔叫巨大 還記得嗎 跟美利檔 實際上這些東西都傳產股 但是巨大以前的價位 還不如風態 那現在如果以這個 為什麼巨大現在已經都是 就是腳踏車嘛 都來到這麼高了 那相對他還這麼低 所以未來的今年的風態 反而一樣 你要去盡量去拉大 那個比價效應 今年什麼股票是真的 含苞待放的 我認為他也是其中的一檔 何況這檔股票目前 沒有怎麼樣 但是這檔股票一定 一定如果你有任何的 任何的錢的話 你什麼股票都不敢買 這個不敢買 再來到這個 一萬六這個附近的話 風態這檔股票 我認為反而你可以大膽的 利用那個中鋼共 那時候在投資 中鋼共那個精神 投資他就對了 這是要跟大家 大家要結個圓而已 因為畢竟這個行情 就是不好做 那不好做你才要看出 一個老師跟你講一個未來方向 你要穩紮穩打 這股票就是很簡單的股票 但你用簡單的方式去操作 不要去看大半 那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賺 今天要不要做給空 做空 做多 這個地方做短空做多 都是什麼 都是賺不到什麼錢 你要什麼 眼光要放遠 什麼股票可以讓你行騙天下 我認為這檔股票也是其中的一檔 會比中鋼共來得更什麼 更持穩 好吧 就這樣跟大家報告這邊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跟大家報告 還有什麼好的股票 可以做歸 報告安利 還有什麼好的介入點 我們回來再跟大家做報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有我們的第二單元 相對的話 當然安利也恭喜大家 如果沒有去追高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拉回的時候 機會就來了 但沒有機會 你不要被造激 因為畢竟現在目前的行跡 就比你的誰的成本來的低 我如果常跟你講說 我是市場上第二 真的這張股票沒人跟你講第一 每個人都帶你追高到100塊以上 只有我 那時你在這間我 不敢買 因為我叫你買74 單一規劃 把我82塊 我還告訴你 過了就會一定來90塊以上 現在怎麼跌 還不見得回到90塊 那90塊來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 當然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短線上一個 強短的動作而已 但是實際上 我要給你的是 如同1月29號 那時候他難得 創了波段 小波段新高之後 拉回 這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紀錄線型來自你都會規劃 你都學過很多紀錄線 都知道 這一點沒有人看得出來 73到 這完全是一個取決在你了不了解這家公司的一個成長性 幫我基本面 然後現在你回過什麼 他不過 然後 元月份一個月 就轉移去年三個月 一個月 已經三個月 就這樣一個利多就 就漲上來 但實際上我那時候看到他什麼 看到他就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戶本身在一個做一個承接的一個成本區在這個地方 隨便你想不想 果然 創新高拉回 這就是洗籌 現在你要 這個股票也嚴格說出來 都已經青州雨過萬重山了 86.3你要再來 當然你自己看著 因為紀錄線你都會看 但是問題是 誰敢跟你講75塊太便宜 你現在回過來 這張股票如果要回到月線 彈何容易啊 所以這張股票感謝很多股票回到月線 尤其你要看著未來我們成長性 你看 張股票的月線在哪裡 還在88塊 還在88塊 會不會來 月線以下你大膽買一樣這個道理 月線以下大膽買 因為畢竟投資朋友閃門朋友 你老是在那邊追高追高 把他賣掉後 你會賣到後面 你怎麼會有錢賺 你當他領先他 知道他賣掉之後會買什麼股票 包括什麼股票洗完之後他會大買 我認為這個時候 最早那時候我把這張股票告訴你 有沒有大漲 有沒有大漲 所以他漲到100塊的時候 我說100塊以上你隨便賣就對了 那100塊的時候我一直禁止 你說不用去買 不用去買 為什麼 因為不值得嘛 不值得你買啊 真的啊不值得啊 你買他幹嘛 衝到120塊漲停漲停 怎麼漲停就怎麼跌下來 所以股票就是要低階 因為這個地方的確就是要買 含包待放的 就那個蕊 那個蕊蕊的那個花蕊真要開的那個 含包待放的 你買那個爆完的話 未來才會什麼 才會讓你賺個翻倍賺 好了 這是我們的證據 當初跟你講的就是這樣子 最少這兩黨股票不管是安利啊 包括那時候的安利跟你講完之後 也果然就這樣乖乖來這邊 接著我們當然要講說 現在最有 最要跟他講的就是說值得 這樣有沒有百分之給你做命中 一樣的值得 實際上值得這波行情 今天嚴格說 他也非常的強 最低112.5 問題你還是要注意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這檔股票 我告訴你是買就對了 幾次機會給你 107塊 這個在上禮拜五就來了 而且在這份資料 我早就已經給你過過 包括還是告訴你 破斷未結束 不行這樣每天都要賺錢 為什麼投資朋友 你會賺不到錢 是因為有時候盤在休息的時候 你的心跟著 你反而很急 不知道急什麼 這行情根本不用急嘛 你就在那邊等 彎腰減賺錢就對了 該賣就賣一趟 閉著眼睛賣 那時來到120塊 很多人說 難得值得賺錢要不要賣 隨便 你資金部分很少的人 當你賣一趟沒什麼 回來再買 120塊賣一趟 回來再買 107塊 如果破斷當然是沒結束 不管你買任何一個地方 我為什麼我的股票都屹立不大 因為你成本只要比法案來的低 哪有什麼好怕的道理 對不對 包括這檔股票值得 那時候你趕快選的時候 我去年就再跟你規劃一下 這檔股票如果嚴格後 去年5月份來到這個地方 到現在 我請問你一下 126塊而已 他漲多少 有漲一倍嗎 我在暗示你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暗示你 我告訴你 這檔股票的月限在哪裡 簡單告訴你 就在109塊 破月限一樣 你說老師會不會破月限 你動作要行 因為我給你看股票 第一個你要從他的成長性看出來 他的股票是可以行遍天下 包括他公司有沒有訂單 業績 包括現在還是什麼 通貨膨脹公司的產品有沒有漲價 他的本身 自動化的 他的產品是在調漲價格的 而且他的大客戶 已經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停單 因為COVID-19的問題 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新加坡那個大客戶 大到很嚇死人 所以我才告訴你說 簡單的就是 他就叫叫小赫 就這樣子 但是的確現在這行情 你都不要急 不要有一天說 老師你告訴我 我就破不了 這不是理由 這個地方在考驗你的耐心 你敢不敢很重要 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你戰戶短線 每天東一檔西一檔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的要賺大錢 重新給自己一個機會賺大錢 這個地方 你不要因為外資大賣之後 這個地方你失去信心 因為的確這個地方是難得 大盤有回到月線之下 你才有機會重新做進場的動作 才有機會買低 未來大盤16579一定避過 但是的確很多股票是 已經不會大漲了 就去年漲很多 兩倍三倍三倍四倍五倍的股票 那個你都不用買 那個你買下去也不會翻倍的 你要找的是 未來會讓你持續 還最少漲一倍 還有翻倍的股票 最少從三成五成半的漲上 這種股票就是這張股票 你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今天是希望為你大家好 因為這行情真的沒有你想像中 這麼樣的不好 它反而是明天就是你一個非常好 因為大盤有回測月線 一個非常好的上車點 那這些股票你自行好好的把握 如果我們手上有些股票 你希望我幫你做個調整 也歡迎你把電話撥通 祝福大家明天超主席 明天見謝謝 今天只能夠 決定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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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